當日出事那天,我隨同防暴大隊在理工大學外處理事件 因為當時我去到現場,已經有很多記者站在理工大學的門口 也就是在理工大學的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位置 都沒有辦法,所以我會站得比較前 其實在我出事之前,我一直都有勸傳媒記者要站在安全的位置 因為在之前裡面的示威者已經用了很多汽油彈、磚頭和射箭 來射向我們警察的方向 就是我在做傳媒聯絡工作期間,我發現自己的小腿突然痛了一下 之後看回原來自己是中了箭 當時是甚麼感受?發現自己的腿上中了一根箭是甚麼樣的? 其實中的時候的具體感覺就好像被一塊石頭打中一樣 當然當我知道那支箭插進來,我自己都很詫異、很震驚 因為想不到這麼遠都可以射得來,射到來就要射入肉 這個我看有七、八公分的? 大約有九厘米 那麼現在這個刺是怎麼從這一頭拿出來? 是 因為它是帶著一個尖的,所以你只能從前面把它拽出來 是這意思 是 但是這個力道,當時如果用力道來射到筋或者骨頭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 那支箭插進了我的小腿肌肉大約九厘米左右 如果那支箭插進去,譬如說膝頭這個位置 那對我走路一定會有影響 我感覺香港這個事情整個騷亂也好,暴亂也好 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媒體往往特別特別的積極 而且有的時候站在,比如說示威者,然後媒體,然後警察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你覺得這個有奇怪嗎? 安全角度考慮當然奇怪 因為其實他們站在的位置很危險,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會有磚頭,有箭,有汽油彈 而且其實警方,我們警察都要用相應的武力對付示威者 如果記者受傷,我們其實都不想 所以我們的角色就是要勸他們離開那個位置 不可以在一個這麼危險的位置 而且他們站在的位置很多時候都會阻止我們警察做事 一般的情況下,你們怎麼來決定你用多大的暴力的手段來制服暴力? 對的,當然如果我們會因應對方使用暴力的程度 用可能最低的武力去制服它 還有盡量在使用武力之前,我們要被警告 還有當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們立即停止使用我們的武力 您在執法的過程中,如果是一個很年輕的孩子 您需要制服他,您會經歷矛盾嗎? 還是說不管多大年紀,只要犯了法,您用同樣的方式來對付? 都要看回情況,如果他是很年輕,但他是很強壯的 我都要用合適的武力才能制服他 但如果他是年輕又很受弱的,我就看下可不可以用最低的武力 正如我剛才所說,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傷害他,去整傷他 只不過希望制服到他 您對香港未來的治安情況,未來的社會的這種和諧情況 您是一種什麼樣的預期? 我作為一個市民,我是擔心 因為如果情況再這樣下去,香港只會變得越來越壞 你覺得人們能做什麼嗎? 做好自己,我做好自己 通過這次事件,你們對你們的工作 或者對你們作為你們和內地之間的同行 或者民眾之間的關係,你有沒有更深入的感受或者理解? 有的,因為都知道國內很多民眾都很支持我們 也都很羨慕國內的警察,他們執法那方面 沒有我們那麼多外來因素影響,我會告的 我們大家互相多些學習,希望可以 您說民眾對您表示支持,具體有什麼方式嗎? 譬如他們通過什麼方式,你從哪裡看到?報紙還是? 報紙,我現在最深印象就是好像有一個環納 14億人民都支持我們,香港警察加油 這個看起來都很開心 這句話對您意味著什麼? 打氣,振奮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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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三更自殺 更多精彩視頻請訂閱HKG部Youtube頻道 請訂閱HKG部Youtube